清朝晚期到民国之间的百年多的历史,是中国人最不愿意提起的事情,中国对此的定义是百年之始,然而数千年崛起的世界大国不止中国,如阿拉伯帝国,古罗马帝国等,为何却只有中国能实现在殖民后的完全独立,并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成长呢,通过巴以冲突的经历。 我终于认识到为什么西方国家的侵略者无法分割中国,原因并非于清朝的军队,而在于中国的普通民众。这里是小豆之历史,订阅我,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不一般的中国人,中国能够不被西方瓜分? 不是清朝的功劳,长期的强国地位,造就中国人顽强不屈,永不服输的精神。许多人认为,清朝的后期并没有人们想得这样弱小,甚至清朝能够抵御外国的入侵,没有被瓜分成数十个小国,就是清朝军队的功劳。 这种网络谣言简直颠倒黑白,如果清朝军队真的如此厉害,就不会在英国入侵时。当英国说要攻击北京,清朝想都不想,就选择投降和谈。 清朝从来就不是中国百姓的维护者,不同于明朝、唐朝、汉朝等正统汉人建立的朝代,清朝是典型的异族王朝。 虽然清朝的前期也有过一段开疆扩土的历史,但在文化上却始终采取压制汉人发展的政策,通过各种手法限制汉人的对外交流,导致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成为人们眼中的东亚病夫。 这就是为何在屡次与西方的战争中,清朝往往一败就认输,没有像明朝等前代王朝一样,就算打不赢也要继续打。 直到灭亡为止,因为清朝是把防汉作为统治的第一要务,哪怕最后被迫打开国门,让西方文化走入华夏大地,这种心态仍未被改变,真正抵御西方列强。 保住华夏基本盘,不受影响的不是清朝,而是以汉服为主体的中国百姓。 国土太大,清末时,整个中国版图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即使仅仅计算比较富饶的地区,不算俄罗斯的话,也远比这些侵略者的国土加起来还要大。 俄罗斯虽然国土面积大,但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并不多,面对如此一个庞然大物,这些侵略者都知道自己吃不下来,所以才聚集那么多国家一起,但他们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想要完整地控制一个国家,必须控制住经济,同时还要把主要城市都控制在手中,这样就等于掌握住了这个国家的要害。 侵略者对于这一套早已十分熟练,所以最开始着手的就是经济,第一步是逼着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然后就是修建铁路。 几场大战下来,再加上侵略者的威逼,还有一些清朝官员的软弱无能,很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侵略者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开始大肆掠夺。 按一般惯例,接下来侵略者会扶持傀儡政府,然后借助自己的武力,再加上傀儡政府的支持, 实现对殖民国家的完全控制。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套行不通,八国联军当时也就攻占了北京、天津、直立一带,俄罗斯有十几万军队把东北抢掠一遍,所有的军队加起来也就二十多万人。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对地方上的控制已经十分有限,想要扶持清政府作为傀儡,在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实现瓜分,这根本是痴人说梦。 侵略者也清楚只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只是占领核心城市和主要港口,在重要城市划定一些租借,方便他们继续掠夺,至于瓜分。 肉太大吃不进去,最终只能是算了,人口太多,想要瓜分中国,首先是要把这四亿人进行彻底的压制,最起码你得看管住,要不然总会有反抗。 前面说了,西方列强都算上也就来了几十万人,而中国当时的总人口有四亿,起初八国联军一共就来了一万多人,欺骗慈禧说是要来清剿义和团,这才没遇到什么反抗,就直接攻入了紫禁城。 后来看到清军战斗力太扎,同时清政府也是个软弹,西方列强信心大增,于是又增加了兵力扩大战果,就这样。 连东北的俄罗斯军队都算上也就几十万人,几十万人想要瓜分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这同样是异想天开,别说这几十万人,就是在把这些国家所有的军队都调过来,也不可能实现,因为人口数量的差距太大了。 当时的世界总人口约十七亿,这八个侵略国家所有人口加起来也不过五亿,他们也不可能全都到中国来搞侵略,没有强有力的傀儡支撑,人数上也不占优势,瓜分中国也只能是想想就算了。 后来的日本侵华,前前后后投入总兵力四百多万人,在华日军最多的时候有二百多万,采取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划定无人区,结果怎么样呢? 还是人数上太少,根本就不能进行有效控制,最终被四亿中国人拖得精疲力竭,等他们发现不可能征服中国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大部分没那么多人口,去上几万军队,再扶持一些傀儡,轻轻松松搞定,但凡人口多一些的国家,也都要费不少力气,印度就是如此,虽然英国统治了印度一百多年,但期间也付出了不小代价。 老百姓不放弃抵抗,印度曾经被英国占领过,还统治了一百多年,印度的国土面积也不算小,人口也不少,为什么一个英国就能在印度能建立统治,而在中国来了八个国家都不行呢? 这就得说西方不能成功瓜分中国的最主要原因,那就是中国老百姓坚决不屈的抵抗。 清政府软弱无能,面对侵略者还没开始打,就有了投降义和的想法,但中国的老百姓却从来都没有屈服过。 义和团最早是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他们一直对清朝的统治不满。 想要把满清赶出中原,后来到列强入侵,义和团在这时候却打出了扶清灭阳的口号。 而在这之前,义和团还几次遭到清军镇压清脚,即便是这样,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 依然能分清什么是民族大义,义无反顾地放下内部矛盾,为了保卫国土,向残暴的西方侵略者宣战。 与这些人相比,那些接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那些腐朽清政府的高官却差了太多, 他们只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贪生怕死,没有半点血性,如果中国人都像他们一样。 那不管中国国土多大,不管人口再多,也只能是被瓜分的命运。 虽然义和团的成员大多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最底层人员,有农民,有小商贩,有运输工人,组织上也很松散, 但这不影响他们成为抵抗豪强侵略的英雄。 没有精良的装备,没有经过训练,当然面对洋人的时候就难免吃亏, 不过这也让侵略者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不会屈服的。 肆意中国老百姓在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会进行永不屈服的抗争, 西方列强当然不可能瓜分中国。 我认为最伟大的不是原子弹,而是中国几千年来持续传承的文化, 与此不同的是,美国和西方的思维是,大哥不盗我不盗,大哥捣了我吃草。 中国的坚强是由底层人民支撑的, 尽管当时的底层人民受教育水平低,经济状况不佳, 但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领土观念。 当遭受外敌入侵时,精英阶层可能会因维护地位和利益而屈服于外敌、外逃或迁徙, 但底层人民不得不抵抗以求生存。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理解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积淀, 历史已经见证了无数风流人物。 但现在,我们应该更关注当下,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老人家已经领悟到突破历史周期律的关键, 即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这种深刻的领悟源自于中国五千年文化所灌输给每个华夏子民的精神与气质, 这种精神是刻在骨子里的,能够抵御外来侵略,永不磨灭。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清朝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曾让这块土地陷入技术的停滞, 然而,正是这片土地的庞大,人民的团结和抵抗, 最终成为西方侵略者无法突破的屏障。 国土之广,人口之多,使得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侵略之路充满艰难。 中国的老百姓,尽管面对强大的侵略势力, 却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毅力, 义和团成为了那个时代抵挡侵略者的象征。 他们虽然组织松散,文化水平较低, 却因为对民族大义的坚守,成为了中国抵御侵略的中流砥柱。 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最坚定的信仰,面对列强的入侵, 向世人展示了中国老百姓的不屈意志。 最终,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计划失败了, 庞大的国土,众多的人口, 以及老百姓对祖国的深厚热爱形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 中国人民的抵抗,不仅保卫了国土, 更传承下来了反抗侵略的精神。 这段历史,成为中国坚持独立,捍卫尊严的象征, 也为后来的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时光的长河中,我们回望这段历史, 看到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抵抗, 更是对自由、独立的真实。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团结、抵抗、坚守, 是中国人民的底线,也是中国国家的底色。 而今,正是这份精神的传承, 让我们能够勇往直前迎接未来的挑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olocaust